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幕与四个月之前的九一八事变与五年之后的卢沟桥事变的如出一辙 都是日寇栽赏陷害中方的苦肉计 打日僧事件死后成为一二八事变一军情报的导火水 侧动者穿到方子从此的声明确起 被日方暂为是利人手腕东方蝶雄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侵占中国东北 习后一直想谋取满洲独立 为转移西方舆论关注的目光 准备在上海要搞出一些事了 日本间接穿到方子由此过来打手 冒充工人打死打伤了日僧 次日日桥游行焚烧工厂 砍死砍伤多人 日本总领事趁机提出 要中方道歉成兄赔偿 解散抗日团体四项要求 变向上海交兵 扬言先28日以前给予满意的答复 否则要采取必要的行动 南京政府一再忍让下令驻守的 19路军在五天之内从上海换防 28日夜11时 距离日本给出的最后时间 还有一小时 南京政府表示全部接受日方的要求 不料日方得寸进食 又要求中国军队必须撤出差备 12时整 不等国民党政府答复 陆军向第19路军开火 128重复抗战全面爆发 四夜第19路军在总指挥 蒋光来 军长蔡廷凯等人的指挥下 奋起抵抗 日本不断增兵 兵力超过了三个师团七万人 国民政府令第五军加入上海作战 日军的四次总攻军遭败计 不得不由英美等国冲动调停 一个月内打打停停 日军肆意主帅死伤上万 然而传统方式 又通过汪清瑞 拿到了第19路军决立的防卫 找到了国军防守的弱点 19路军陷入了父辈被夹击的态势 被迫全面撤退 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下 6月5日国民政府 从日本签订了 松户抗战协定 规定上海为非五中军 中国不得在上海 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 而日军则可留住上海 就在19路军撤出战斗 同一天 日本关东军发表了 所谓满洲国独立宣言 建立起了伪满洲国 中国政府因为上海问题 自顾不暇 没有采取任何有利的措施 国际社会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作为 也采取了放任的态度 日本利用128事变 达到了拼凑为满洲国 和迫使南京国民政府 屈服的双重目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